欢迎来到你宝贝的指甲频道 这一次我们来看一个很特别的案子 那就是荧幕上的可怕的指甲状况 这一次的指甲状况非常的不好 它从非常不好到勉强及格的状态 荧幕上的案例花了21周从左边改到右边 这个案例让我们知道 不是每一个客户都要追求非常完美的指甲 很多时候我们是把不及格的手指头变成及格 那么就满意了 我们还有很多事情要去努力 不一定要把指甲一定弄到最完美 在21周要努力期间 即使是大拇指也有很明显的改善 如果各位对这个案例有兴趣的话 请跟我继续往下看 请各位搭配了荧幕上面的指示手指头 和我一起往下看这个案例的解说 它本身它是因为指缘母体这边发炎红肿 我看到它翘起来都肿起来了 这样子的话会导致它长出来的指甲 会变得非常的不健康 因为长指甲的地方就已经被完全破坏掉了 所以它长出来的指甲就会分层断裂 可以看到这边它的指甲一片一片的剥落 分层剥落 分层剥落之后 它又因为指甲很不健康 就会凹凹凸凸的 就会变得像这个样子 在这个时候 其实我们已经分布清楚 到底它是甲床上面的剪变得很厚很硬 而成为指甲 还是它的指甲因为实在是太软太弱太不健康 而成为一种剪的状态了 如果这个时候去摸它的指甲 像这一根像这两根的话 你可以发现它又硬了一点不像混剪 它又软了一点不像真指甲 所以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状况 我们把整只头指头拉过来看 就可以看到因为红肿发炎 所以它会抠咬指甲会变得更严重 更严重的情况之下 当然指甲就变形 指甲变形之后脚床就会歪漏 最后我们也分不清楚 到底是指甲还是硬减 变成非常严重的状态 如果看大拇指的话 其实就还好就还好 没有那么的严重 既然是这样子 那其实让我们更有信心 因为你竟然平常的手指头都可以留几指 让它不要这么严重 通常加一点辅助效果之后 就可以把其他手指头 至少变成像大拇指那样子的状态 所以这个案例呢 虽然看起来好像很严重 但是实际上没有那么绝望 在这边就来提到它甲床外露的主因 还是男生工作压力非常大 一大之后 就会把那个压力都发现在抠指甲 咬指甲 或是撕皮肤上面 加上一般的男生 是完全没有任何保湿的概念的 导致长期下来他的皮肤就发炎 指甲也变得非常的不健康 指甲发炎 指甲就不健康 指甲不健康 皮肤又发炎 而产生了一种 不断恶性循环的负面状态 时间一长之后 他的指甲状况就越来越糟 这个时候就来找我们做协助了 第一次我们看到他指甲的时候呢 我们就做了一些和其他例子 不太一样的做题方式 第一点 我们先请这位客户去看皮肤科 他必须跟皮肤科拿外用药跟内用药 先去处理他发炎啊过敏啊这些问题 可能还有感染的问题呢 确认没有问题之后 我们会希望他万用高每天十次以上 十次以上喔 要拼了命的擦 拼了命的做处理 把保湿做好 另外我们刚才前面有提到 他的指甲非常非常的软 软了已经分不出来是指甲还是硬碱了 那这个时候我们就必须使用 非常非常硬的人造指甲 去辅助他的真指甲 让他指甲不要这么软 好让他可以保护住 让他赶快把不好的指甲给长掉 在这个时候我们选择的是 调整型的水晶指甲 虽然名为水晶指甲 可是实际上他是专门用于 问题指甲的处理的 把它完全覆盖 试着可以让他长出一些健康的指甲 那之后我们就会用那些健康的指甲 来做更细致的调整 看到第四周 第四周通话就好了一点点 这个时候他的真指甲 已经开始长大了 在这个指甲最尾端 最新生的那个地方 已经开始有一点点 稍微正常一点点的指甲了 这是非常棒的事情 因为我们之后就可以靠指甲 去固定你指甲的状况 去让人造指甲更稳定 然后在这个阶段 因为指甲开始变长了嘛 那原本从来都没有指甲的手指头 就开始前端分裂撞击 因为他做事的时候 就会撞到那个指尖 导致人造指甲破坏的很严重 这个时候我们就会 特别和客户去研究 要如何失利 要如何抓东西 要如何去习惯有指甲的日子 由于他前面的指甲还非常的不好 所以从第四周开始 我们并没有换材质 还是继续用水晶指甲做保护 希望他非常脆弱的指甲 能够再往前再长一点点 时间就跳一下 来到第13周 13周这个时候 指甲真的长很长了 来看一下 很不错 烈得很开心 但是各位有发现 他的指尖 像这支鬃子头 这边的食指 裂得非常严重 生指甲好像也受到损伤了 为什么呢 那是因为指甲变长之后 我们的客户 自己要用指甲剪 去剪指甲 那个指甲剪 其实并不能用在人造指甲上面 所以说死人 把水晶指甲剪乱七八糟 然后前面全会裂开来了 那这个时候我们重新提醒客户 要用磨棒来磨 只要做了指甲之后 就不可以用指甲剪去剪 都一律要磨棒去磨短 这样才不会伤害真指甲 也不会伤害人造指甲 那从这个时候开始 因为他的指甲变长了 而且正常指甲的状况 也超过了一半 几乎到三分之二了 所以在这个时候 我们改由比较坚韧 比较会吸收撞击力的材质 把它改成调整型的凝胶指甲 用复合式的方式 来做一个复合材质 去保护他的指甲 也顺便要开始调整指甲的形状了 第16周开始 其实指甲的状况和一开始比起来 已经差了很多了 但是要说句实话 他平常的日常保湿 实在是没有做得很好 所以我们在第16周 也是第4个月之后 才终于摆脱了不健康的指甲 现在大多数的指甲都是健康的了 从这个时候开始 从第4周才开始 我们开始调整指甲的弧度 调整指甲的宽度 这样子它可以避免 未来产生晒型或是飞甲的状况 但是说句实话 这个Case是男生 以男生的进度来说 应该要在第12周 或第10周的时候 就要开始有这样子的状况了 为什么这次 稍微慢一点呢 那就是因为平常保湿不够努力 如果说保湿做得好的话 我想应该可以提前4个礼拜 让你的指甲处理的速度 更快更顺利 最后我们看到第21周 第21周其实已经将近半年了 通常来说我们的指甲往前长 大概3个月会长一轮 半年基本上是长了2轮的指甲了 时隔快了半年 终于要长出正常的正指甲了 虽然它的保湿速度 虽然它保湿做得不好 所以导致它的进度比较慢 但是没关系 只要有努力 那就有改善 有改善就是好棒棒 这张图照比较糊 不好意思 但是没关系 我们等一下后面来换个角度 看一下更清晰的对比 接下来我们看到的是21周 调整的一个前后对比 我们选了比较清楚的照片 你可以看到前面一开始很不好 后面长出一个正常的指甲了 不但是指甲变好了 基本上它指尖红肿的部分 也变好很多 换一个角度看得更明显 因为刚好是原本21周前 比较严重的指甲都刚好拍起来 到了21周后 看起来就算正常很多了 至少这样子的指甲 在我们工作的时候拿出去 不会被别人看作 怎么这么恶心这么可怕 至少让你的生活上 让你的工作上 让你的自信心都能够回来 而且最重要的事情是 至少让指尖不要再发炎 发炎指尖可能会让你的健康 也会受到影响 如果你有一样的问题 欢迎来到我们你宝贝指甲 由我们协助您一起发炎石头 变得更健康 拜拜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